把自己的體力推幅到 自己一個最好的攻擊狀態 那表示他的身體 身體狀況跟身體素質是不錯 往前 感覺會放輕之後後面自己再來 放掉球出界 對 亨德拉做一個 變速的一個挑球 結果力量沒有控制好 因為畢竟這邊還是順風 對 他變速之後又想加速 這球一推就出界了 就是亨德拉在換邊之後要考量 他在第二局 順風向就一直很難掌握正確的擊球位置 這次裁判催不得了 我綁鞋帶 其實在球場上 球員會運用很多種方式來找機會休息 雖然與球規則裡面是 不准來一些做不合法的休息 但是球員會要求 比如說技術性的鋪倒 請現場服務員來做拖地板的工作 鞋帶鬆了 或者球壞了 都可以用一些種種的方式來借機休息 這一排已經來回二十三板了 哇 這樣 可惜 可惜啊 這一球要求太高了 想要一槍把對方卡死 這球就算亨德拉摸到 大概起來第二拍再中扣的機會 對 其實他這一個球 坦圖威不一定要把球殺那麼邊 他應該是讓對方不好接之後 再來找下一拍的機會會比較好一點 好球 好球 對這球非常地漂亮 好球 沒有 好球 好球 亨德拉跟威塔 他們應該稍微控制一下他們的發力 嗯 亨德拉 亨德拉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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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球 最後一球 對 他們這個落點非常地好 好球 因為上一拍那個 亨德拉的攻擊 已經被娜希爾破壞掉了 亨德拉的攻擊今天真的很少有 真的很管用的時候 因為娜希爾真的 對 防守太好了 對 真的是很少看得到 那個女選手能把男選手的殺球 能拉到這麼 這麼底線來讓 繼續讓對手去攻擊 而且根本不怕她 14比7 其實這種打法 我覺得也值得我們國內的 一些女選手來學習 因為一般我們的女選手 對於男選手的一個攻擊 都有點比較懼怕或者閃躲 但是我覺得 心態應該要調整一下 你看 像我們現在看到 娜希爾這樣的一個選手 她是完全不懼怕男選手 對她的一個壓迫跟攻擊 而且她可以面對去組織跟破壞 那其實這個 我覺得我們國內的女選手 應該要多多學習 這種選手的一個特質跟打法 對 因為你越怕人家越往這個點來就進攻 對 這是必然 9比14 好抽 結果 我想威塔 這時候應該有修正一些力量 所以其實我們相對的可以看來 其實我們國內的混雙女子選手 我覺得有一點過度依賴男選手的一個能力 其實我們看到這兩組的組合 我們可以看到完全都是 又是女孩子在帶 帶領男孩子在打 那其實女孩子扮演的角色 相對的 也是比較重要一點 從休息回來 已經連追四分了 在亨特拉跟威塔這邊 拿希爾跟坦圖威 要一鼓作氣領先下去 要不然可能第三局 總是會碰到體能的撞牆心 對 坦圖威跳一跳 調整自己的一個精神狀態 跟身體精神狀態 沒有用 丟太幾下 沒有用 丟太幾下 連續的失誤比翼都在坦圖威這邊 對 然後我闖昏德拉 有一個防守的出界 從7比14的落後 現在追了6球回來 對 其實現在威塔他們跟亨特拉 他們比較不會去把球 一直往後場推的 因為他覺得他們在 對方的後場的一個位置 得不到優勢 所以他們就是盡量把球 就控制在中前半場的一個位置 會比較好一點 15 13 噴著他的失誤 15比13 好球 威塔也包揮他全場的一個技術的特色 大概就是說剩下沒幾分了 他體力我看起來也是下降了很多 但是他的拼進還是值得讓大家去做一個學習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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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球 移動稍微猶豫了一下 好球 好球 但是他覺得 這個球 應該是他可以打得到 15比15 然後移動慢 然後加上思考上又猶豫了一下 所以出手就比較沒有那麼順暢 最多是7分在這一局的領先 然後現在被翻成15比15 誰拿他勝利就很難說了 很有趣 看裁判的眼神 希望叫兩邊快點恢復比賽 但兩邊就是 都藉機在休息 其實球員也是很有經驗 他們就是會故意製造一些狀況 然後讓球賽稍微暫停一下 讓自己有一點休息的時間 看裁判的失誤 哇 氣到把球快摔在地上 畢竟年輕 年輕選手比較沈不住氣 這球還是出界啊 這一個球界外 14比15 好 那希爾先安撫一下坦突威 8球界外 8球界外 7已經過了 16比17 維塔跟那希爾在前面比往前 這一次維塔勝出 對 這一次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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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狀態 不果斷 十七比十八 側上這邊 裁判警告他不能提早自己喊戒外球 對 他不能 因為在我們的規則裡面 球員是不能自己喊戒 戒內戒外的 因為他不能去影響 憲審跟所有裁判的一個判決 又是一隻發球 這很傷 這個球 亨格拉在後面幾分 連續兩個發球的失誤 雖然現在領先 但是這兩個球如果不失誤的話 或許現在已經是 拿到冠軍了 好球 亨格拉這邊持續攻擊 譚圖威這邊得手了 來到賽莫田了 體力上還是有相當的影響 譚圖威在這個時候好像 在身體上狀況上就恢復的 並沒有說很好 那可能加上裁判的 沒有給他們休息 所以他在整個靈活度上 就沒有像第一局那樣的好 不過這時候自己的失誤不能發生 有期待聽牌的時候 十九比二十 倫圖威跟威塔還是有賽莫田的機會 對 放短 坎圖威在攻 再來 二十比二十 對 很漂亮的一個連續攻擊 對 坎圖威從後場 中場 然後到前場 對 連續三拍的一個攻擊 讓對方也招架不住 好 救回了兩個賽莫田之後 現在平手二十比二十 突然發出高球 結果坎圖威 可惜 他這個發球已經達到 他的一個破壞性的效果 對方殺過來的球 也沒有說很重 但是可能相對的 我們反過來講 對方的球就是太輕 對 然後讓他在借力的打法上 發揮不了作用 那想要做一個 軟調的一個前場出手 結果沒有控制好 就掛在網子上面 好厲害 滾霜的冠亞軍 這獎金差一半 大家都為獎金在拚命 不過這幾年來 國際雨聯的改革 讓雨球選手的獎金 真的是提升不上 那當然要比起網球 高五球那還是有一段距離 賽莫田的狀況 坎特威 他自己的失誤 把冠軍送給了對手 最後的失誤 發生在坎特威身上 其實真的是 很... 很懊惱啦 他自己躺在地上 他一直在敲地上 氣得起不來 對啊 好 最後的結果呢 兩次在二級比二級的狀況 B局跟第三局 都是赫德拉跟維塔 拿下了勝利 最後跟大家分享 是二比一 拿到了本屆 混裝的冠軍 維塔 終於在去年 拿了兩個雅兵之後 這次有收獲 對 不過如果以過程上來講 其實在第三局 原本在坎特威跟娜希爾 14比7的領先被追平 其實這是很大的影響 對 其實在整個攻勢上 坎特威跟娜希爾 他們的主動權是比較多的 那但是失誤率來講 最後可能是 真的是坎特威 他的體力下降得太快 那他在中段其實 是 是